你做过这样的傻事吗 你怎么又加班 我改个东西 这个下午头不是已经说OK了吗 你还改什么改 总觉得这排版差了点事 明明已经可以了 为什么还在执着 哥们 我不是在挂职当村书记吗 想着给村里卖茶叶 什么 三万块 就设计个包装盒 这我得卖多少斤茶叶 我理解 那我自己试试吧 首先我们安装好Photoshop之后 我们会看到当前全黑色的界面 作为初学者 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些工具 包括工具 明明没有条件 为什么还要为难自己 你扣子都扣好了吧 扣好了 你都说了好几遍了 带电作业 安全第一 多念叨几遍 你就记住了 那我们停电作业不是更安全的 这么热的天停电 你让军民整吧 明明可以更安全 为什么感冒风险 这个项目做下来 最快五年建下 五年 你早就掉走了 我今天是搞不懂 明明短期看不到成绩 为什么还要坚持 这新技术教育高 但是预算呢 也是搞得创了纪录 而且小陈啊 你想过没有 这第一次合作 万一结果不好 这责任 明知道有风险 为什么还要担当 因为对英雄的情节 你说你没那么勇敢 因为受榜样的感障 你说你没那么崇高 以后我们村啊 要建个茶厂 别做了我们做谁啊 请大家相信我 既然做了 我就会做到底 既然做了 就把它做到位 既然做了 我就要做出点价值来 既然做了 就要无愧于心 一句既然做了 是普通人最真诚的 倔强 你知道 这是和自己较劲 可你不知道 每一次不经意的 既然做了 每一句不起眼的 无愧于心 却汇聚成这个国家 最美的真实 感谢那个真性情的你 感谢那个追求完美的你 感谢那个秉持良心的你 感谢那个勇于担当的你 既然做了 就无愧于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